还要注意的除了灾情之外呢 是国内爆发了历来最大规模的 H1N1的新型流感的群聚感染了 地点就是在成功岭 在8月初呢 到台中成功岭受训的 2700多名的替代一难当中呢 现在是已经有374位出现了 肋流感的症状 但目前的病例都是轻症的 也已经做了区隔并且投药 最近4天之内 已经增加了9起群聚的感染案例了 除了成功岭之外呢 还包括了中央警察大学这些学校 累计从7月到现在 总共有43起的群聚感染 有233例是已经确认病例 而现在呢疾病管自己说 要进行的严密监控 替代一难躺在病床上摸摸额头 确定有没有发烧 急诊室走廊挤得满满满 中部某新兵训练营区 经报374名的替代一难 出现咳嗽发烧等类流感症状 赶紧送往医院筛检 其中80亿人确定属于A型流感患者 有4人筛检出H1-1病毒隔离治疗 大概多数出现一些类似流感的症状 那我们感觉其实这段时间 其他的病人 被替代一难或是其他的 飞部队里面的话 如果有一些民众有这种情况 那最近确实有增加了这种情形 同梯的替代一难从10号开始 陆续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 疑似群体感染 截至17号为止 一共有374人送往医院筛检治疗 其中4人确定病况严重 感染H1-1病毒 而状况轻微者已经返回营区 不过作息人与其他人做区隔 孙杏宣 龚玉德 周玉德 方杰如 台北台中采访报道